大家好,能听见吗? 可以是吧,不好意思,这个来晚了几分钟,刚刚那个GoToWeb的这个软件啊,出了点问题,我把它卸载了之后,然后又重新下载了一下,耽搁了一点时间,呃,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吧,这个耽误了大家几分钟的时间,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呃,今天呢,是我来讲啊,这个周四的网课啊,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讲我们这边自己的网课了,呃,我今天翻了一下,我之前做的网课的这个历史时间,我看了一下,好像我上一次做的时候,大概还是一个月之前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现在GoMarket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分析师都是齐上阵,因为我们现在从周二,周三,周四晚上,不管是直播还是网课,大家都是,呃,轮流来分享。 一些信息,呃,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分析和想法,呃,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声音,呃,那今天是端午节嘛,首先在这边呢,也祝大家,呃,端午节安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一些粽子啊,呃,我今天也是自己早上的时候吃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粽子,很因为怕这个在家,呃,疫情工作期间怕长胖嘛,呃,吃了一个小小的粽子,呃,那今天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那在 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呢,还是来这个重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风险提示啊,我们今天所有,所有讲的信息和内容呢,都是一般性的建议,不涉及到具体,或者说是个人的金融产品的建议,如果说涉及到个人,比如说具体的价格, 啊,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也会,呃,听到大家问说某一只股票,哪个价格能不能买,哪个价格能不能卖啊,那这个的话是在具体价格的这种建议的话,呃,是,呃,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那所有的这个信息呢,都是需要参考到您自己的,呃,财务目标,还有财务情况和需求,您自己来自行做决定。 那考虑到近期呢,有很多,呃,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啊,都是从我们每周三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过来的,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GoMarkets的历史,我们GoMarkets呢,是在1998年成立的,是一家老外啊,本地的local的公司,那我们现在专门成立的中文部呢,中文团队是在2015年,差不多有5年左右的时间,专门服务于澳洲本地的华语客, 华语客户,目前呢GoMarkets的总部呢,是在,呃,墨尔本,那像是在悉尼的话,我们也是有这个办公室,呃,按照以前正常的情况的话,我们像是,呃,阿德莱德,布里斯班,还有普尔斯等等,我们也会每隔几个月都会去做一些这个专题的线下讲座,但因为呢,现在疫情的影响关系的话,所以所有的这个线下,不管是墨尔本本地,还是悉尼啊,或者说刚刚提到所有城市, 我们现在都已经暂停了,那因为现在围州呢,还是增长的比较,呃,快嘛,所以这个这个病例增长的还是比较多嘛,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疫情啊,能够尽早的过去,呃,能够在线下迅速的能够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像是现在的话,有澳洲和美国的各股,还有这个各个国家的大盘股指,包括像是欧洲,德国,法国,美国,澳洲,还有中国的,呃,A股的China 50, 还有像是外汇,外汇的话,呃,像是欧元兑美元,美元兑,澳元兑美元,然后等等,还有黄金,石油,呃,等等这个金融产品,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牌照号码呢,是这个AFSL的牌照号码,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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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这个ASIC的这个官网去查看,那最关心的话,大家都是资金,资金安全隔离方面,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资金客户的资金啊,都是按照澳洲证监会,也就是刚刚提到的ASIC的要求,存放在指定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也就是我们说的NAB, 实行了严格的客户资金分离制,也就是说哪怕有一天GoMarket是破产了,那所有客户的资金呢,都是存放在第三方的隔离账户里面,是完全不会被动用到的,那包括这个账户呢,也是跟,呃,银行进行每日的结算和审核的, OK,呃,那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呢,呃,我这两天今天早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整体的股市, 不管是美国还是这个澳洲,因为亚洲大部分的这个国家今天都是休市嘛,不管是美国还是澳洲都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回调,那,呃,我这边看到CNBC上面的新闻啊, 然后包括还有大部分的英文媒体的新闻呢,是说,是因为担心美国各个州的一个疫情爆发和增长,大幅增长的一个影响,导致的市场的,导致的这个市场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呢,呃,我是稍微挖掘了一下,发现其实,呃,昨天晚上美国呢,很多的这个渠道是有公布是说,呃,美国有可能会对欧洲来开启,呃,新的一轮贸易战, 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是从18年一直到现在,那甚至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呃,也有爆出来新闻是说可能会,呃,不被认可,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在今年一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的,呃,阶段性贸易协议可能会,呃,不再实施,但是呢,特朗普也是迅速的发推特出来否认了, 那现在呢,又有新一轮说可能美国要跟欧洲来征收这个关税,那这个事情呢,呃,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呃,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详情征收的一个名单,呃,从欧洲进口到美国需要征收的关税像是,呃,cheese,然后还有松子酒,还有像是这个,呃,飞机的这个零部件产品, 其实我看下来大部分的一个情况,呃,我个人觉得美国对于这一次可能跟欧洲要打这个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地的,呃,航空,或者说飞机制造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波音,那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这个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说在初级阶段就判定,或者是说去预测中国,呃,美国和欧洲的这个贸易战到底的走向是如何, 那我们呢,作为投资者就静观其变在这个阶段来说,那今天的主题呢,我相信是大家,呃,一直都是比较关注的,就是buy now pay later,就是说先负,呃,先购买后支付的这一个行业, 那现在呢,也基本上,呃,是整个,呃,澳洲股票板块的一个当红炸子机啊,呃,我们也是经常会听到,呃,大家的关于这个板块的一个咨询,呃,那昨天晚上的周三的时候啊,是这个Jacky和我们的同事Ellen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有讲说,呃,关于afterpay啊, 还有这个行业的一个概况,那我今天呢,就想说,以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分析和对比,呃,先购买,呃,先购买后支付的这一个行业,那现在呢,在澳洲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呃,这个股市市场上面, 呀,以这个行业的龙头代表呢,就是,呃,我这边图表上面写的是一个是zip,另外一个呢,大家也都是知道,就是鼎鼎大名的afterpay,在今年的,呃,三月份的时候啊,也就是说疫情下跌的最惨的时候,当时最低呢,是到过八块钱,那昨天呢,是超过了六十多块钱,今天呢,是有所回落,那大家对于这两只公司呢,也都是比较关心,我们今天呢,会,呃,首先先,呃, 呃,这个跟大家分析一下,最近这些公司的一些公告,和根据他目前疫情期间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公司公布的一些财务数据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分析,然后呢,在呃,这个最后啊,我这边呢,会提供给大家一个excel的表格,是抓取了所有目前先购买后支付的五家,这个上,呃,澳洲的上市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 来进行一个对比,因为我们也经常呢,会听到大家的咨询说,哎,你们作为分析师来说,是如何通过财务报表来判断一个公司,呃,是否值得投资啊,或者说怎么看他们的财务健康,财务健康状况的一个情况, 那我这边呢,到时候,呃,在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会会通过excel的表格,或者说以数据的形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先说这个zip吧,zip的话,相对于afterpay啊,可能是大屋,小屋见大屋了,整体的这个,呃,市值情况肯定是不如afterpay,但是呢,它今年呢,是有一些比较,呃,吸引人的一些举动,就是我们说的,它,呃,这个收购了美国的一家同业公司,叫quadpay,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收购quadpay的一个进展呢,是在,呃,今年的6月,呃,6月2号,就是说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是宣布了全面收购美国同业的这个公司,叫做quadpay,那在这个全面收购之前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8月20号,当时呢,是zip,它第一次收购了这家公司,大约,呃,不是大约,就是15%的股份,那同一天呢, zip也是宣布完成了新西,呃,对新西兰同业公司,呃,partpay价值6,240万澳元的一个收购,那相比之下啊,肯定这个quadpay是比这个,呃,partpay是比quadpay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收购额度来说是要小得多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呃,在完成收购了之后呢,zip它整体的业务范围啊,是能够覆盖到,呃,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像是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是zip本身就是一直在覆盖的一个行业,另外呢,它也是覆盖到了南美,呃,南美的这个,呃,南美洲,呃,通过这个payflex,还有这个quadpay现在新收购的时候,给它带来的一个美国市场的,呃,这样子的一个新机会, 那这一张图呢,是我从zip这一次的这个收购的presentation,就是给公众的公告里面给大家显示出来的,呃,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是呃,zip是向公众告知说通过这样子的收购,zip未来呢,可能能够,呃,接近这么多的一个,呃,retail sales,就是说这个,呃, 市场,市场份额吧,就是通过,通过这些收购和合作,能够达成跟这么多公,呃,国家下面的这个retail,呃,零售公司,零售公司有这么多的一个机会,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次的这个收购呢,在几大亮点啊,quadpay呢,在美国啊,目前是拥有150万的这个,呃, 这个客户,那同样呢,它的这个商店合作方啊,也是超过了3500家,呃,这个annualized TTV呢,是说是transaction total value,呃,这个annualized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简单的,呃,解释一下哈,它是通过2020年的1,2,3月份的一个平均值,然后乘以12个月份来实现这个annualized的,呃,这,这一个数字,数值,简单来说,这个应该是, 是属于一个,呃,怎么说呢,预测值吧,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一个问题,就是说quadpay呢,它其实目前的total transaction value,呃,volume,就是说这个交易量啊,其实是挺大的,达到了价值9亿,9亿澳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quadpay呢,呃,的这个整体的目前的一个财务表现的情况呢,我觉得在这张图里面表示的是比较明显哈, 这个我们在这边是可以看到,这边呢是annualized TTV,刚刚跟大家解释过这个概念,能够看到quadpay是这个橘黄色的部分,zip呢,是这个蓝色的部分,也就是说完成收购之后,呃,quadpay呢,在那个总体的一个交易量,能够占到整体收购完成之后的,接近三分之一左右,就是这个百分之三十嘛, 那同样的道理,annualized revenue,就是说年化的这个收入部分,quadpay呢,也能达到接近百分之,呃,三十左右,百分之二十八,占整体集团的一个份额, 那merchant呢,就是我们说的合作的商家,那相对来说会少一些,是百分之十三,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呢,是quadpay现在目前拥有的客户量呢,呃,基数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看到,zip目前的基数量也就才两百万,那quadpay的话,它能够达到一百五十万,完成收购之后,它是可以达到整体集团的百分之四十三的一个客户量,这个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呃, 那除开这个之外呢,我们,呃,看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收购呢,呃,其实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哈,我们一般可能恒定啊,这个收购,是不是值这个价,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收购,一个好的deal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的参考几个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目前呢,呃,这个quadpay的这个收购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百万千万亿,是四亿多,呃,奥币的这样子的, 对,四亿多奥币这样子的一个,呃,公司的一个价值,叫做enterprise value,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通过这个下面的这个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这个,呃,这个股价的这个折算是按照当时的五月,呃,二十九号的十五天的VWAP这样的值,以三点三九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的,那我们呢,就可以去除一下说,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收购啊,一共会,呃,给出去,就是说给quadpay现有的股东是多少钱,大家给多少股,大家呢,可以算一下,四百零三 million除以三点三九,是一个什么样的值,我给大家算一下哈,嗯,四百零三, 除以三点三九,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一点一八亿的股权会给到目前quadpay原有的股东,那对于现在,或者说当时啊,还没有完成收购之前zip的股东来说, 当然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股权呢,肯定是被稀释了,但是呢,我们衡量这个,呃,收购啊,是不是一个好的deal的话,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呃,一个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显示了一个enterprise value,这边呢,是二百二百六十九 million美元,也就是四百零三美元,那我这边呢,有打了一个公式,叫做EV除以Sales, 那待会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EV除以Sales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值,通常用来衡量什么,那四百零三除以七十 million,七十 million是我刚刚前面的一张PPT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呃,这个,这个,这个,ZIP他目前呢,这个,在这边,annualized revenue,就是年化的收入是达到了七十 million,那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数值, 四百零三 million除以七十 million的话,就是EV除以Sales是达到了百分,达到了五点七multiple,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呃,他通常啊,是用来衡量这个公司在收购的,呃,情况里面,衡量这个公司的这个value,或者说我们说,衡量这个公司的估值,那这个数字呢,是通常用来像是ZIP这种,目前还没有完全,呃,盈利,或者说没有达到盈利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after pay还是ZIP,他目前的这个,呃,buy not pay,buy not pay later的整个行业,目前是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没有完全实现盈利的,那么你的市盈利,或者说市净率啊,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但是呢,EV,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司价值除以Sales的这个,就是销售额,当年的销售额,或者说当年的收入, 就能很好的体现说,这个数字,这个公司的这个价值,那我,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啊,那我的解,我的理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价值,这,这Sales是指,当,当年公司的这个收入嘛,这个是指公司的一个价值嘛, 也就是说,当年公司要通过多少年才能够实习,多少年的销售,才能实现这个公司的价值,那我是这么理解的,那通过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数值,当然是越小越好了,因为它年份可能是越小越好,是最好的,能够实现到这个公司的价值,403million,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quadpay呢,现在的这个eV2Sales这个multiple是5.7,这个在同行业里面来说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数字,那光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就知道,起码quadpay对于zip来说,这个合并收购呢,是一个比较合理,并且估值是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收购,但是呢,从后期来看吧, 因为很多人也会比较关心说,那完成这次收购之后,作为同行业的公司,zip究竟,zip的管理层究竟能不能把这个协同效应发展到最好,因为在这个上市公司,或者说,这个上市龙头互相合并收购的行业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比较失败的案例,那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微软曾经对skype的收购, 啊,skype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可能比较正式的这种办公,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这种,啊,网上通讯的一个软件,那微软呢,当年是为了防止被这个google啊,节足先登呢,当时也是砸了重金,去收购了skype, 甚至呢,当时还关闭了自己呢,运营很久了,十几年的这个同类同类行业的公司,叫,啊,这个,突然名字说不出来,叫做msn,对对对,msn,这么一个公司, 甚至呢,还跟美国的一些,呃,电视运,呃,运营商啊,因为这个利益方面有了一些纠纷,但是呢,这个也避免不了skype整体的市场份额一直在下降,所以呢,对对于quadpay啊,我们光从目前的数值,或者说EV2Sales这个数值来说,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deal,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收购案, 但是真正能够,能够给公司带来多少价值,或者说能不能,呃,这个带来相对应的协同效应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 他这个管理层到底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呃,优势,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ZIP,呢,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同一时间啊,就是宣布,呃,收购了quadpay的这个同一时间呢,也是宣布了这个,呃,融资, 但是呢,他这个融资呢,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融资呢,是up to,就最多啊,呃,200万千万亿,两亿这样子的一个资金, 那其中呢,一亿呢,是被承示用来,这个是在那个convertible notes,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转债券吧,这个可以是这么理解的, 那另外的一半呢,是以warrant的一个形式,这个呢,是属于金融的一个产品,啊,类似于,呃,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呢, 那他类似有点像是option期权,给了这个持有这个权证的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 或者说某一个价格可以买入,呃,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以convert,可转债券的这个形式,和这个证权的形式来融资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不会给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他都是属于equity,也就是说,呃,是权益方面的,并不是债务, 所以呢,这个是quadpay,呃,在这个这个月初同时收购,嗯,我们说的这个,呃,说错了,这个zip在这个这个月初啊, 收购的这个quadpay的这个同时宣布的这样子的一个融资的一个计划, 我个人是觉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融资的一个形式,那下面说到呢, 他这这两张图呢,是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也就是这一张是我看是四月份, 这一张呢是五月份公司,我看一下没没调化吧,对,呃,这张是四月份公布的, 这张呢是五月份公布的,呃,这个zip呢,两家公司在疫情之后呢, 目前的这个credit performance,也就是说信用表现和这个hardship request, hardship request应该大家偶尔会收到这个bills,或者说电力啊, 媒体公司的一些催账的账单,就告诉你说,哎,你如果,呃,比如说, 嗯,付账单有困难,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我们可以就是arrange installments, 就是说可以给你安排一些分期付款,来缓解你目前的这个难关, 那我们可以看到,呃,这个在尤其是三月底之后啊, 这个hardship request,就是说这个困难要求吧,困难辅助要求,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呢,反正大家能理解就行,呃, 这也是急速的上升啊,但是呢,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上升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这个呢, 也是我当时看了一下啊,这个quadpay公司的这个,呃,公告里面, 也是说目前公司呢,对于这个信用啊,坏账的这个记录呢, 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情况,那这个呢, 是zip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afterpay, afterpay呢,今年最亮眼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腾讯的入股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afterpay,今年上半年有, 也就是说2019年7月到12月份的这个2020年财年上半年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亮眼的,就销售额数据呢, 是去年同期上涨了109%,那,呃,活跃客户呢, 也是上涨了134%,那同样的商家呢,也是上涨了86%, 整体的这个收入呢,上涨105%,等等这些信息, 并且呢,afterpay觉得它比较亮眼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它的这个进损失吧,下降了17%, 对它们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亮眼的数据的一个表现, 呃,afterpay呢,这边左边呢,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的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呃,它是buy region,就是根据不一样地区的一个市场, 呃,来分别展现它的这个销售额,客户和这个商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销售额,数据,还是商家, 目前的澳新地区,也就是澳大利亚跟新西兰, 还是占了整体的afterpay的一个大多数的一个市场, 但是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说美国, 因为大家也知道afterpay呢,现在已经进军美国了, 那能够看到的是,美国整体的一个数据的增长率, 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达到了400%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同期呢,是,呃,3亿,0.3billion, 但是今年呢,已经上涨到了1.4billion的这样子的一个销售额, 那同样的,像是这个客户和商家的话, 也有400%多的一个增长, 那我相信啊,这个,呃,这个400%多的一个增长率呢, 应该,呃,不会延续太久的时间, 因为主要是因为前期呢,我们说的base, 也就是基础太小了,所以呢,它的增长率会特别大, 也特别亮眼,亮眼,那随着, 它的这个慢慢base基础慢慢扩大之后, 它的增长率呢,相信可能会在接下来也会有所放缓, 那根据呢,Afterway公司最新的4月份的市场公告来看啊, 那公司是,呃,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呃, 这个公告, 它是说目前的公司还是有非常强劲的业务表现, 因为至今,呃,今年至今啊,我这边打错了, 今年至今的销售额呢,有73亿澳元, 而且不考虑新市场的情况, 集团的三月的净损是啊, 也是为1%,是跟上上半年的财年基本持平的, 呃,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呃, 就是说这个疫情啊,呃, 对这个公司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呢, Afterpay也说它目前澳新地区呢, 依然增长强劲,并且呢,继续,呃, 会开展开拓加拿大市场的这么一个计划, 这个是Afterpay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也提到Afterpay今年最亮眼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跟腾,就是腾讯加入Afterpay了, 在2020年,就今年5月1号的时候, 腾讯呢,呃,是持有Afterpay5%的股份, 因为在澳大利亚这个证监会规定呢,呃, 如果相关的这个公司啊, 或者说个人持有股份, 超过5%的话,是需要, 需要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宣告市场的, 那当然市场的解读呢, 对于Afterpay被腾讯持有5%的股份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声音啊,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Afterpay这个借此呢, 可以进入到亚洲市场,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的话, 倒不如是说是腾讯想要借Afterpay进入欧美的市场, 呃,那另外呢,当然也有部分人会解读成说, 呃,有可能啊, Afterpay会被腾讯收购,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欧美市场, 不管是澳洲也好, 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其实移动端支付是远远落后于, 呃,中国的,中国的话, 不管是你,呃,这个支付宝, 还是说是腾讯,呃, 还是微信的这个支付, 都是已经非常发达了, 但是,呃,不管是其他的这个欧美国家来说, 目前呢,还,目前还仍然停留在信用卡支付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我倒是认为可能很大的程度上, 腾讯呢,是想借Afterpay来进入欧美市场, 我觉得这个的, 嗯,怎么说呢, 这个的, 那,举动会更能说明为什么腾讯要去持有5%的Afterpay的一个股份, 那这个呢, 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精华了, 也是我准备今天的这个网课花的时间最久和抠的东西, 抠的最细的一个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这边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截图, 当然如果还想说有怎么算出来的啊, 或者说代表了什么呀, 或者说呃, 有之后想要再了解一下的信息的话, 我会把我做的Excel的表格发给我们的小助手,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问小助手索要, 那我这边呢, 先解释一下我这边的第一张图的财务状况大比拼好了, 在这一张表格里面呢, 我列的目前市场上5个最大的这个先买后付公司, 的这么五家, 一个是刚刚说的afterpay, 还有这个zip, 另外几家呢, 是比较小的, 一个是openpay, 一个是flexigroup, 另外一个是seasal, 那这个股价呢, 是我今天下午截止到今天三点钟截取的这样的一个股价表现, 那number of share呢,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都是million啊, 这边没有写, 这边是100万为单位的, 100万为单位的million, 那这个是目前的是这个市场上的股数, 那按照两者相乘股价乘于股数的相乘之后, 得出来目前截止今天下午三点, 这五只股票的这个市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fterpay是要领先的, 那debit呢, 就是根据公司最新发布的这个财报, 它公司目前的这个债务情况, 我这边呢, 也是以million, 就是澳币100万为单位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目前来说, black sea啊, 应该是属于所有同行业来说, 这个债务情况, 而是债务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那cash呢,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也是被大家解读比较多, 或者说关注比较多的一个财务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afterpay呢, 是属于所有行业里面这个现金或者现金等价务, 持有的数字最多的一个公司, 那其次呢, 也是flexi, 但是flexi的债务也同样也是比较多的, 那这边呢, EV呢, 跟刚刚跟大家解释过, 它是属于enterprise value, 是属于中文解释叫做企业价值吧, 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数字呢, 是通过market caps, 就是说市值加上debi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债务减去cash, 得出来的这个一个enterprise value, 就是我们简称的EV,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这个enterprise value跟market cap呢, 有什么区别, 也大家可以看到afterpay这个公司呢, 它的market value市值是比公司的价值要高的, 但是呢, 像openpay的话, 对对, openpay它也是比这个高的, 但是这样像这个flexi group的话, 它的市值啊, 是比EV要低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刚刚看到, 因为这边加了一个debit, 然后减了一个cash, 那就证明呢, flexi它的债务是比它的现金, 以及现金等价务要多了, 多的, 那尤其是在现在, 就是大家担心坏账会持续增加, 或者说很多企业会, 由于没有现金能够撑过疫情这个期间, 所以呢, 现金和债务啊, 是尤其显得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到这一些数据, 或者说看到EV, 如果出现比marketcap还要大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要尤其关注这个公司, 有没有近期即将到期的一些债务, 或者说债权, 并且去关注这个公司是怎么去解决, 即将要到期或者到来的这个债务情况的, 这个是大家值得大家非常去关注的, 这边还忘了跟大家解释, 这个seasal是以这个美金形式, 来体现的, 那大家如果粗略的算的话, 就可以基本上除以0.7, 就是以2B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那这个呢, 是基本上所有的信息呢, 都是市场上可以查得到的, 就是实时更新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一张图啊, 下面一张图呢, 是指先买后付公司的收入大比拼,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啊, 我这边是做了一个bar chart, 就是说这个的柱状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after pay, 那毋庸置疑after pay肯定是最多的, 那其实呢, 像是zip, flexy其实也还不错, 那最小的呢就是open pay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是所有的数据呢都是摘取, 除了最后一个啊, 所有的这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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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一列的数据呢, 都是在公司的财报和年报上摘取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ltm是这个last 12 months, 就是说过去的12个月的一个时间, 公司的收入是这些, 然后zip是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FY2020呢, 就是说预期啊, 2020今年的收入能够达到多少, 因为这些所有信息都是市场公开的一个信息嘛, 这个倒也没有什么好说, 那所有这些罗列出来之后呢, 我这边给出了一个通过这些数字得出来的一个计算, 叫做three year growth rate, 意思就是说三年, 这三年的这个, 怎么说呢, 复合利率, 也就是说啊, 以after pay为例子好了, 311.58到468.58这个收入期间呢, 他一年的增长是54%, 那到458, 就2020年到2021年也是54%, 那这个54呢, 是以复合增长的一个形式体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综合所有的这五支公司, 公司来说, 复合增长率啊, 其实flexi是属于最低的, 但是同行业来说, sizzle呢, 都是属于最高的, 它能够达到78%, 因为可以从ltm, 就是last 12 months, 过去12个月的一个时间, 在三年之后能够达到130 million, 就130 million, 对这边都是忘了写了一个million哈, 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 这边所有的数值都是从这个, 公司的这个公告里面截止出来的, 那我们看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来决定哪个公司是比较适合投资的, 那下一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张图呢, 这个可能会解释起来相对复杂一些, 那如果不太理解的话, 也可以明天呢, 我们的小助手要一下一个效率表, 就可以得出来哪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刚刚呢, 在这个前面的一个分析ZIP, 去收购Qualpay的这个表格里面呢, 又跟大家解释过, EV2Sales Ratio,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的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EV2Sales Ratio, 是指公司的, 刚刚跟大家提过的企业的价值, 除以他公司当年的一个销售额, 得出来的这么一个数字, 他通常呢, 是用来衡量目前仍然没有盈利的公司的估值是否合理, 以及在潜在的收购或者合并中啊, 计算这个公司的价值, 那这个数值呢, 就是越低越好, 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 我对于这个数值的理解呢, 就是说公司目前的价值要通过多少年能够, 多少年的销售能够实现, 那这个数字呢, 当然是越低越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所有的这五家公司当中呢, 过去的12年的这个销售额的计算呢, 我们可以看到Afterpay肯定是最高的, 那中间值呢是12, 也就是说啊, 基本上这个数字呢, 是被Afterpay和Zip拉上去的, 其他的像UrbanPay啊, 或者Flexi啊, 或者Sizel的话, 他都是在这个中间值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呢, 就是到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这个财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慢慢的像是UrbanPay和Sizel, 它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EV2Sales这个数字呢, 就是越来越低了, 那刚刚也跟大家去解释过, 这个数字是越低越好, 证明这个公司的估值呢, 是越合理的, 那这个呢, 是这张表格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这边也是给大家去算出来了EV2Sales to Growth, 就是说把这个数值呢, 再去除以刚刚给大家展现的这个公司的逐年的复合增长率啊, 我再回到前面一张图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边呢, 是这个过去三年的这个复合增长率, 54%, 64%, 62%, 25%, 78%, 也就是说用这个所有的这个目前的这张表格的数值呢, 除以前面的刚刚给大家展现的百分比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那通过这样子的对比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EV2Sales你还是可以去参考他公司目前的一个增长率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Afterpay呢, 依然是属于最高的, 当然这个数值呢, 也是越低越好, Afterpay呢, 也是依然是最高的, 那Zip呢, 相对于来说, 它就是比较接近于整体的这个平均值了, 因为Flexi的话, 它相对应来说, 我们看到它Flexi的话, 它的增长率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但是呢, 它的EV2Sales又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Flexi它这目前的价格呢, 目前的这个数值呢, 它是略高于平均值的, 那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Flexi呢, 在这个时候啊, 也是比同行业要来高的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 在2022年的时候, Flexi的这个数值, 已经都超过了Afterpay, 那像是Zip啊, 或者是OpenPay啊, 还有这个Seasal的话, 它这个数值呢, 都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呢, 是基本上今天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这么一个情况, 我可以, 可能大家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啊, 我找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刚刚可能自动关机了, 没找着, 那这样吧,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这个明天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这个小助手, 然后让我们的小助手发给各位看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放在PVT里面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一头雾水, 但是如果是Excel的表格里面, 能够看到每一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我到时候都还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下啊, 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数值互相之间都是关联的嘛, 也就是说我今天啊, 如果比如说因为这个数值呢, 是今天随时变动的嘛, 那如果大家拿到那个Excel的表格的时候啊, 可以把这边的数值呢, 随时根据当天收盘价, 或者说有一个市场暴动, 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来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明天打个货帮, 可能afterpay变成了50块钱, 或者说70块钱了, 那这边呢, 可以重新手动输入当前最新的一个价格, 那所有后面的数值呢, 都会更改, 因为所有的这个表格都是互相联动的, 到时候我会把那个Excel的表格发给我们的小助手, 对, 我没找着, 刚刚可能电脑关机了就, 不知道去哪里了, 行, 那今天现在8点46, 最后的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呢, 就留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吧, 好吧,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我看到大家有问, 还是问的, 技术追, 技术持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 after pay 空, 对,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呢, 在那个直播节目当中啊, Jacky也是跟大家说了, 她是空了after pay, 结果呢, 今天也是after pay呢, 有一个下跌回调, 那怎么说呢, 其实目前的这个, 先购买后支付的这个行业吧, 是属于我们怎么说呢, 股票市场, 或者说行业板块里面, 互成河很浅的这么一个行业,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随时进到这个市场, 并且呢, 目前, 呃, 像是这个支付行业, 它也不是说, 一家独大, 完全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像是这个Maskard, 万事达或者说Visa这些公司, 甚至我们说像是CBA啊, 或者说ANZ啊, 这些银行, 他如果有一天觉得OK, 这个市场是有利可图的, 他像是银行的话, 他也可以专门开设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来进入到先购买后支付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整体行业的一个打击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嗯,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行业呢, 目前虽然是当红炸几机, 但是呢, 要看后期的一个利润分配是不是有均匀, 或者说目前的这个猎头啊, 有没有进军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打算, 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AFT PAY就是经历了万事达公司, 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市场的这个公告, 结果当天呢, 公司股价大跌这么一个情况, 那有很多人说, 那呃, 是不是还值得继续持有啊, 或者说是能不能继续追呢,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现在目前, 因为这个目前所有的这个数值啊, 都是根据今天的股价的这么一个情况来做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先购买后支付的这样公司呢, 它这个EV2Sales就是刚刚跟大家解释过的, 目前估值是否合理的这样这么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像是AFT PAY和ZIP的话, 它目前的价格, 在目前的估值呢, 肯定是比较高的25, 但是呢, 像是CISO的话, 其实属于小公司里面, 它目前的估值也是偏高的, 那慢慢随着到2020年的, 如果根据它2020年能够公司能够达到这个盈利或者说销售额的目标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呃, OpenPay呢和Flexi又是差不多的, 但是ZIP的话相对应来说啊, 可能会比AfterPay呢在这个数值上面呢, 是值得去考虑的一个这么一个公司。 OK, 我看一下, 同类型的腰股SBT, 嗯, Split Payment, 对, Split Payment的话, 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去做这个研究啊, 我也不好跟大家去说它的公司目前的这个财务情况了, 呃, 但是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按照我刚刚说的这个方法, 大家呢, 如果拿到这个CISO的表格, 再新增一栏, 按照同样的方法来计算就可以了。 目前, 然后看到大家说怎么看目前的一个市场, 没错, 大家呢, 可能现在很多人对于目前的市场还是属于比较担忧的一个情况啊, 但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过分的乐观,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悲观啊, 因为所有的目前导致目前市场下跌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都是在市场的预料之中, 你像现在疫情的二次爆发, 所有几乎人类所有历史上的这个瘟疫也好, 或者说大疾病也好, 都是经历过二次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呃, 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反扑, 都是在所有人的意料当中, 只是说他这个疫情反扑的时间是在上一周, 这一周还是下一周, 或者说是下一个月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市场的打击呢, 明显不可能会再有这个今年三月底, 三月初到三月底的这一个表现了, 那除非市场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意外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在等待或者猜测其他意外的情况, 呃, 我个人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一个是美国的政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或者中国和美国会有节外生枝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会导致市场有大的一个变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那其他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回调都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三月底到六月份到现在股市涨了三个月了, 那你也不可能说是一直涨上去吧, 总会有一个回调, 这样子的话新的资金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 那股市才能一直长长久久的涨下去, 不然的话股市光是一直冲, 没有新的资金可以进来的话, 那这个也不利于股市长期的一个上涨。 OK, 大盘看起来要下调了, 目前有什么好的股票可以进? 那我其实最近一直有在关注,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像是这个CSL啊, 可能大家之前也跟大家有去讲到过, 那我现在还是有在一直在等待CSL的, 接下来的财报会给我带来的好消息。 而且他这个公司的话, 像是我们这边也一直在说, 如果他低于280块钱以下的话, 都是可以考虑来逐步建仓的这么一个公司。 AMP的话, 我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关注, AMP的话最近关注的比较少, 这个可能是Mike和Jackie去关注的比较多的吧, 这个公司主要Jackie一直是觉得, 他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实质资产, 还有公司的这个, 像市中心的一些楼啊, 还有这个标的物的这个资产在。 Webjet, OK, 大家有问到航空股啊, 航空股的话, Webjet, Quantus, 像是Quantus的话, 今天就出了公告, 就是说他可能会进一步裁员15000名, 那同时呢, 他公司的这个飞机梯队啊, 可能也会要停运, 而且呢, 有可能会到2021年7月, 我记得应该是7月吧, 明年7月份, 可能国际航班才会恢复运营, 所以短期内呢, 你说Webjet也好, 还是Quantus也好, 有大力的反弹, 我觉得不可能, 那目前来说, 可能就是随着整体市场, 对于疫情的一个好转的一个情绪, 来涨涨跌跌, 那可以补仓吗, 我不知道你的现在的这个, 价格是多少, 你当时买入的价格是多少, 那如果补仓的话, 最好间隔呢, 当时的这个价格距离, 我个人会觉得20%到30会比较合理吧, CSL今天294可以追吗, 因为280不知道等到何时, 因为其实CSL在前, 上两个星期啊, 其实我有一些, 我这边的老客户来问我说, 因为我当时也有跟他推荐说买CSL嘛, 当时好像270多块钱, 276, 278买进的, 当时还说怎么一直在跌, 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防御性的板块, 医疗板块, 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热点和热钱, 会进入像是webjet, 或者说quantas这些超跌股的, 这么一个市场情绪里面的话, 那CSL大概率的时间呢, 都会下跌, 那同样的, 如果说像是今天呢, 有对疫情反扑的这么一个担忧, 或者说其他所有的这种之前热点的, 想抄底的这个公司, 都是在下跌的话, 那CSL呢就会上涨, 因为CSL是很典型的防御性的股票嘛, 那如果市场敏锐的嗅到, 现在可能会下跌的话, 很多大量的资金, 或者说基金, 或者说散户的资金, 就会进入到像CSL这种防御性的股票, 那同样的, 如果市场觉得OK, 现在是会是比较, 或是上涨的一个情绪的话, 那很多的热钱, 它就会进入像是超底的webjet, 或者说CSL, 或者说像是XXL这些比较多的一些股票, 那CSL的话, 我其实也不太建议追底了, 去追涨了, 怎么说呢,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挂单, 就是挂在可能280, 或者是280以下吧, CSL的分红很少了, 分红很少, OK, 行, 然后今天的话, 时间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快9点钟了, 那节目的最后呢, 也是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 然后没有吃粽子的话, 可以有机会去吃粽子, 那我也要去吃, 再去吃个粽子了, 那祝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GoMarket, 所有线上的活动, 那下周三呢, 我会跟我们的分析师Allen, 再会去做一次, 我们每周的直播课程, 然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 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市场, 谢谢大家。 ,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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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